普京联合卢卡申科干了一件大事 出乎意料 美国回应却异常的低调 大家好 欢迎来到赵特点观察室 俄欧冲突仍在继续 但战场之外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的总统卢卡申科联合干了一件大事 没有媒体指出 普京公开表示 已经与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达成了统一共识 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事关核武的部署 怎么看 这都不是小事了 尤其是对美国以及北约各国而言 则更加的敏感 毕竟他们已经成为了俄罗斯实质意义上的敌人 谁也不知道 普京这次在白俄部署战术核武器 是否会用到他们的身上 但出乎意料的是 外界为此议论纷纷之实 美国的回应却异常低调 美国国防部以及白宫对外部门联合表示 没有看到俄罗斯有使用核武器的迹象 所以不会调整美国的核力量的部署 坦率的来讲 这次美国政府的回应很低调 因为按照以往的做法 美国官员或媒体势必会大肆的炒作一番 这次不仅没有 还在间接的给俄罗斯背书 怎么看都不像是美国的作风 当然 面对这件事 美国确实没有资格来炒作 就像普京所说的那样 美国几十年来 一直在盟友领土内部部署美国的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只是在做与美国一样的事 并不违反核不扩散的承诺 事情说到这 再说一些观点 首先普京选择在白俄部署战术核武器 并不是最近才有的这样一个想法 早在去年8月份 俄罗斯就已经帮助白俄重新改装了10架 可以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 而除此之外 俄军还转移了一批可以携带战术核弹头的 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到白俄罗斯的境内 所以从前期动作来看 这次普京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也不过只是此前计划的一个延续 算是两国战略核武部署的最后一环 而其次 这次普京选择公开的时机很巧妙 因为不久之前 当时消息一出便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回应 而在这种背景之下 随后没几天的时间 普京公开宣布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中间的巧合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 普京的做法或许存在敲打北约的意味 其言下之意就是 你们可以向乌克兰支援贫油弹 我也可以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既然想玩 那就要玩一把大的 看谁能玩得起 最后还是要呼吁一下 希望美国与北约不要再步步紧逼 继续打下去 无论是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无法收场 那么全球各国也都会深受影响 所以最好的办法 仍然是通过沟通谈判解决问题 而关于这点 中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态度与方案 也希望在这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您的精彩评论 感谢您的精彩评论